先謝謝洪教授的介紹 也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今天我要跟大家討論的一個題目 就是大腦的演化 特別我們會針對在一個問題上 請大家去思考 等一下會來進行一些思索 這個問題就是 大腦在經過幾百萬年 或者說如果你看神經系統 已經經過幾億年的演化 我們現在大腦已經非常的聰明了 但是儘管大腦現在已經非常的聰明 但是我們仍然會出錯 就是我們的大腦仍然會犯錯 而且是常常會犯錯 甚至它犯錯 犯到一個地步會導致我們容易受騙 今天要請大家一起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大腦已經如此聰明了 但是我們卻仍然容易受騙 我們為何容易受騙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第一本科普書的書名 就是因為都是大腦高的鬼 在今天我不會談論第一本書 我也不會談論太多我們今天讀書會的這本書 就是大腦監視的細節 我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我在撰寫這兩本書的時候 我收集了非常多的一些動態的資料包括影片、圖片 所以我要透過這些額外的動態的資訊來告訴大家 大腦在演化的過程中到底發生什麼事 導致我們現在即使大腦已經很聰明了 但是我們仍然會容易受騙 好,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用我們的大腦在認知這個世界的時候 請問你認為你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真相 就是世界的一個真實的真相 還是說我們只看到了一些虛擬的假象 一些虛幻的假象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面就曾經問過這樣的問題 柏拉圖他在理想國裡面曾經提過一個叫做洞穴預言 那他當時他就說在預言裡面他提到說有可能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洞穴裡面的囚犯一樣 那我們誤把洞穴裡面的一些投影當成的真相 那當時他的預言是這樣講的 就是他的故事是這樣講的 他說當時有一些人呢 他們從小就被綁在鐵鏈上 那全身都固定 他全身都不能動 唯一能做的事呢 就是只能眼睛指示正前方 那他們因為只能看到正前方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看到一些投影 那這些投影呢 其實是來自背後的火光跟一些物件的一個投影 但是呢 由於他們只能指示正前方 所以他們的一切呢 他們一切認知到的事物呢 就是這些影子 所以呢 他們就把這些投影當成的是世界的真相 而不知道背後其實還有更正確的一些事實在後面 那柏拉圖當時認為說 有沒有可能其實我們就像是這些洞穴中的囚犯一樣 我們眼前有許多的資訊 那我們會不會把這些資訊呢 當成了世界的真相 而不知道背後其實還有更正確的一些事實 那關於這樣的一個說法 在歷史上有許多的哲學家跟思想家都提過類似的強法 比方說哲學家迪卡爾 比方說近代的哲學家Hillary Panam 那甚至是在駭客任務裡面也有類似的一些比喻跟預言 那也就是說呢 有沒有可能我們只是像是統治裡面的一個大腦一樣 那我們自以為認知到世界的真相 但是呢 說不定我們認知到的只是電腦所為給我們這個統中大腦的一些資訊而已 好那這樣的說法喔 它並非只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已喔 那從某種程度來說呢 我們其實確實是活在大腦所創造的虛擬世界裡面 那這也是我們為何容易受騙的第一個原因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容易受騙還有其他好幾個理由 包括第一個就是我們活在大腦的虛擬世界裡面 第二個是結思的關係 那第三個呢是資訊超載 第四個呢是無意識的資訊過程出現漏洞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一的告訴大家 每一個項目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導致我們容易受騙 好那我們第一個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活在大腦所創造的虛擬世界之中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呢 請大家看一下一下這個demo 那大家要做的事呢 非常簡單 請你把你的眼睛凝視在這個十字的正中央 然後不要移動你的眼睛 只要凝視就好 好那我們 如果你持續凝視你的眼睛 讓它盯在中間的十字點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即使我把螢幕上的顏色關閉之後 你的大腦仍然會讓你看到顏色 而且你看到的顏色是完全相反的一個互補色 好那這個現象呢 在視覺上我們把它稱為是視覺後向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簡單的demo呢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所看見的世界 比方說顏色 它其實是大腦凝空創造出來的 即使外在世界的顏色已經不存在了 那你的大腦呢 仍然有辦法可以凝空創造出顏色 讓你感受到顏色的直覺 那換句話說呢 以這個視覺中的顏色來說呢 它其實是大腦所虛擬創造出來的一個感官直覺 好那另外一個例子呢 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其實是一個靜止不動的一個晴天的雲圖 但是呢大家如果把你的眼睛凝視在中間的這個數字上20秒 那請大家觀察一下20秒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一樣請大家把眼睛完全凝視在中間的數字上 不要移動你的眼睛 那20秒過後呢 請你留意螢幕上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10秒鐘 請你不要移動眼睛 好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呢 你應該會看到原本這個靜止不動的圖呢 在我們的這個旋轉圖消失的那一剎那呢 你會看到整個雲彩好像是在移動一樣 那這也是跟剛剛的色彩後像 非常類似的一個視覺現象 我們把稱為是動態的一個視覺後像 那它一樣告訴我們 除了顏色以外 動態的知覺一樣也是透過大腦所創造出來的 那我們大腦有辦法在 平空的情況下 直接創造出這些感官知覺經驗 那換句話說呢 我們所有的知覺 除了顏色跟動態以外呢 所有你可以想像的知覺 包括 比方說 形狀 包括像是 嗅覺 味覺 觸覺等等的各種知覺呢 基本上都是大腦可以平空創造出來的 那其他例子還包括像是 呃 做夢啊 白日夢啊 幻覺幻想 這些都是一個 即使外在世界不存在任何刺激 你的大腦仍然可以平空創造出 知覺的一個例子 那換句話說呢 呃 從現在的認知科學 或是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 我們在 大腦在認知這個世界的時候呢 其實是透過 大腦所創造出來的一個虛擬世界 來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外在世界 那換句話 那換個比喻來說 我們大腦其實就有點像是這個攝影機一樣 那我們外在呢 有一個外在世界 那這個世界呢 比方說光的 就是電子波 會經過你的攝影機的鏡頭 像眼睛 進入這個機器 也就是我們的大腦 那大腦呢 會把這些電子訊號呢 重新詮釋 重新 把它編輯 重新進行 詮釋 那結果呢 就會產生你的意識經驗內容 那這個意識經驗內容呢 其實是一個虛擬 它對外在世界的虛擬 那它有時候就會輸出 比方說 顏色可能有時候會不一致 那甚至呢 你大腦會在裡面加入一些東西 比方說 像是加入這些文字啊 加入一些特殊訊號 那基本上我們大腦 處理外在資訊的 這個流程呢 就跟這個 我們的攝影機其實是非常的類似 好 那但是呢 這裡重點就是說 這個過程呢 它其實是在創造一個所謂的虛擬模本 那由於它是虛擬的模本 它畢竟就不會完美 那只要這個 它一不完美 它就很容易出錯 就會導致我們容易受騙 那比方說像這個例子 那就是一個視覺的一個錯覺 那大家如果盯著中央桿 或是移動你眼睛的話 你可以看到 動態的一個感受 但是呢 所有的動態其實是存在你的腦中 那在這個螢幕上呢 是沒有任何動態的訊號在裡面的 那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大腦犯錯的一個例子 就是每一條橫線呢 它其實都是完全水平的水平線 但是呢 因為一些顏色跟黑白的一些關係的 這個結構呢 會導致我們誤以為它的線是 有一點傾斜的 那這個同樣也是大腦 因為在計算的時候 犯了一些錯誤 導致我們把水平線看成一個傾斜的線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有名的視覺例子 叫Herman's Grid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隨便盯著一個點看的話呢 這個白十字的中央 然後用你的余光去看其他的白十字的中央呢 好像會看到一些黑色的點 那那個呢 一樣是你的錯覺 因為你只要把眼睛一一過去 你就會發現那個黑色的白十字的中央 其實就不見了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盯著一個點看的話呢 那你會看到周圍與光獸看到的白點 看起來好像是有點在閃爍的樣子 那同樣它也是一個視錯覺 它是大腦在計算 這個黑白的時候呢 或是邊界的時候 出了一些錯誤所導致的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大腦犯錯的意思 就是大腦一樣在建構外在世界 創造虛擬魔紋的時候 犯了一些錯誤 比方說呢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圖的上半部呢 跟下半部是一模一樣的灰色 但是呢 只要我稍微動一點手腳 大家就會看到不一樣的一個色階 比方說我把這個中央的灰色移除的時候呢 大家可能就會看到 上半部變得比較像灰色 那下半部變得比較像白色 那如果再把它遮起來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同時又馬上又變為 上下一模一樣的灰色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呢 你可以用你的食指 把中央的這個那條線擋住 那只要你一擋住呢 上下就會變成一模一樣的灰色 那你手一開呢 上下又會變成 上面比較灰 那下面比較白 那這一樣也是大腦在計算你的 顏色的深淺的時候呢 犯的一些錯誤 好那這張圖喔 是我早上在準備演講的時候 就把我的 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兒子抓來 我就問他說你看到什麼 那他基本上不加思索的嘛 那就是說這是一張牛皮紙 釘在一個黑色的黑板上 那如果大家看到的不是牛皮紙 釘在黑的黑色的黑板上 你可能要想像一下 到底從小學到現在 你的人生發生了什麼事喔 讓你看到了不一樣的東西 好那剛剛的這些例子呢 就是告訴我們說 大腦在處理外在資訊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創造一個虛擬 某本的方法來幫助我們認識外在世界 但是呢既然他是虛擬模本 他就容易犯錯 一犯錯呢我們就會容易受騙 那所以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我們在回答試圖理解 為什麼大腦容易犯錯的時候呢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要記得 我們大腦在認知世界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一個虛擬模本來認知世界 那只要他這個虛擬的過程一犯錯 我們就會容易受騙 好那我們基本上演講會有這四個段落 那如果在演講段落的中間呢 大家有任何的問題可以歡迎隨時提出來 我們就可以隨時回應隨時討論 那關於第一部分有大家想要知道的 多知道或是想要提問的嗎 如果有的話可以隨時舉手 好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個大腦容易受騙的原因 那原因就是因為結思作祟 好結思是什麼意思喔 結思的意思呢 就是大腦中的一些計算捷徑 那大腦在幫助我們認知這個外在世界的時候呢 常常會幫我們試圖找出最佳的一個解法 最快速的一個解法 那一旦他找到了之後呢 他就會鎖定這個方法 然後在未來呢 直接拉出這個捷徑來讓我們使用 那原因呢就是要因為大腦想要幫助我們 節省認知資源 然後把這個認知資源省下來做更重要的一些其他的思考 跟運算 那已經找到解法的這個題目呢 我們就直接拿出這個結晶 拿出這個結思來幫助我們運算 這樣就可以加快我們的這個運算的速度 那比方說呢 那最有名的所謂的結思喔 應該就是完經心理學裡面提到的一些視覺法則 像比方說 這裡有十二個點 那通常呢 如果叫你把它做分類的話 大家應該會認為說 這應該是三組橫向的球 就你要把它分成三組 就是每 這四個橫向的是一組 第二橫是一組 第二列是一組 那很少人呢 會把它認為是直的四組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大腦喜歡使用相鄰程度 來幫助我們組織事物 那意思就是說呢 比較相鄰的事物呢 大腦會通常直接的預設它應該是同一組 那同樣的喔 這個也是 大家看到這十六個球呢 如果我請你把它做分組 那大部分人會認為說 黑的應該要一組 白的一組 那所以有四組 那比較少人會認為它是直的四組 那原因也是一樣 因為大腦在做分類的時候 喜歡透過相似度來把事物進行分類 當事物非常相似的時候呢 它會傾向認為是它是同一組 那這也是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那一般人會認為它應該是同一條線 只是某種因素被遮擋住了一些部分 或是斷裂了 那很少人會認為它是三條完全不相干的線段所組成 那這個也是因為大腦在處理物件的時候呢 會喜歡根據事物的連續性 就是連續度來組織事物 那當它非常連續的時候呢 我們會忽略掉這些空白的地方 然後把它直接連成一條線 那這些完形視覺的法則呢 其實就是一些視覺上的解絲喔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解絲呢 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狀其實是有一隻老虎的 那老虎在演化的過程呢 的這個歷史中呢 它其實創造出了一些方式來欺騙被掠使者的 這些獵物的視覺系統 那方法就是通過像是 像是這個保護色 或是CAMOFARCH這種偽裝色的方式呢 把它的顏色跟周遭的顏色變得非常地相近 那但是呢 我們的視覺 我們的大腦其實也有反制的方法 那反制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過的這些完形視覺法則 那比方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它的顏色非常地接近喔 但是呢 我們的大腦仍然可以透過一些相似度 相似度跟連續度呢 來組織出這個大腦的 這個老虎的臉孔 比方說我們看到這邊有些白色 而且這黑色的線條呢 它其實是有些連續性的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相似的顏色 相似的色塊 還有相連續的這些線條呢 來抓出這個視覺 視覺visual feel 視覺領域裡面的一些蛛絲麻跡 然後把它抓出來組合成一個 告訴你說這裡其實是有一隻老虎 那這個視覺法則呢 這些解釋的用意呢 就是要幫助你可以快速地抓住這些東西 因為它已經見成接近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相似相似 相似連續的東西呢 直接組成一個物件 告訴你說這裡有一個東西 好 那所以原因就是這些解釋呢 可以加速我們的計算速度 抓出視覺這個環境中的一些可能存在的危機 好但是缺點喔 就在於是 雖然它可以幫助我們加速找出危機 但是呢 當你要追求速度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就會失去少許的正確度 比方說呢 在右下角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好像有一些黑黑的綠綠的東西 那 大腦一樣會根據它的相似相似 相似還有連續度呢 會幫你抓出好像這裡有個東西 所以呢 你就會產生一個 一種所謂類似 悲公蛇影 然後草木戒兵的一個狀態 那這種呢 就是解釋帶來的一些負面的壞處 就是它雖然幫助你 加速了運算 但是有時候它就會犯錯 因為你 因為犧牲了速度嘛 所以你就會 因為你追求速度就會犧牲了一些正確性 好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說 大腦其實是要透過解釋 幫助我們去加速運算 但是呢 有時候就會犧牲掉一些正確性 來換取速度 那以下呢 我們就來讓大家看看 看看一些大腦 透過解釋 原本是好意 但是卻犯錯的一些例子 比方說 這個例子裡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面具 那面具的左側 突出來的地方是朝左 那凹進去的地方 凹進去的地方是在右側這邊 那等下大家請留意看 這個凹進去的這一側 在反轉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大家請仔細盯著這個凹進去的這一側 好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樣的話呢 你應該會看到 這個面具轉到中央的這個時候呢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突出來的一個臉孔 但是記得這個其實是剛剛你看的凹進去的那一側 好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那我們繼續把它撥完 它繼續轉 看起來好像是凸起來 可是轉到這裡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你頂著凹進去的那一側 好 那這個現象喔 它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 大腦中呢 可能內建的一個解釋 叫做 臉都是凸出來的解釋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不管是你在發生穴的過程中 我們幾乎沒有看過任何一張人臉是凹進去的人臉 那你在演化的過程中也是 在演化的過程中呢 我們的這個祖先幾乎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張臉是凹進去的人臉 所以大腦在計算人臉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早就預設了一個結釋 就是告訴你人臉都是凸出來的 你不用再浪費資源去計算 到底是凹進去還是凸出來 那就會導致我們出現這樣的現象 那它其實原本是豪意啦 因為確實在 不管是演化上或是發生學的這個成長經歷裡面呢 我們都沒有看過凹進去的人臉 所以確實 如果你可以把臉孔直接預設成是凸出來的 那它可以幫你節省掉很多計算資源 但是呢 大腦就是沒有料到說 在我們現在的工業時代 我們竟然可以創造出凹進去的這種人臉面具 那這種資訊一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大腦就會因為過去所做的一些預設而犯錯 讓你誤以為凹進去的這個臉孔也是凸出來的 好 那我們就會導致我們容易受騙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是在可能六七年前或七八年前非常知名的一個案例 就是有人發現說這張圖呢 很多人會把它看成 就是不同的人會把它看成不一樣的結果 有些人會認為它是藍黑色的洋裝 有些人呢 會把它看成是白景色的洋裝 那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這當時就是相當知名的一個爭議 那這個結絲 這個現象的背後呢 其實也是因為一個結絲在作祟 那這個結絲呢 其實叫做光源長變物體恆定的一個結絲 那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都知道啊 我們外在的光源是會不斷改變的 可是物體本身的顏色通常是不太會變化的 就是大部分的物體 大部分的動物它的本身顏色是不會變化的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一隻白色的小狗 跟兩隻黃色的鴨子 那即使我把光源打成紅色 那我已經把這個鴨子的pixel呢 它每一個pixel的顏色已經全部幾乎變成紅色 但是你仍然可以輕鬆地判斷說 這應該是一隻白色的狗 那這兩隻應該是黃色的鴨子 那原因呢就是我們大腦中會刻意 我們大腦已經知道光源是長變的 那物體的顏色常定的 所以它會自動幫我們進行一些背景顏色的過濾 那類似有點像像相機的白平衡的一個作用 然後告訴你說這個光源呢 請你可以忽略它 不要管它 它會幫你計算出它的物體的真正的顏色 那這個結絲呢 擺在這個洋裝上呢 就會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這張圖呢 有些人會把它看成藍黑 有些人看成白金 它的原因呢是在於 有些人其實是把這張圖 詮釋成 陰影下的一塊 金白白金色的一個圖樣 它可能是一張白金色的圖 可是它是被陰影 這有一條陰影所遮蓋住 但是呢 有些人會把它詮釋成的是 藍黑色的一張圖 或是一塊布呢 可是上面有金色的陰影 不曉得這個光線大家能不能看得見 所以基本上有這兩種可能性 它會根據你過去的一個個人經驗 或是你過去的一些視覺經驗呢 導致每個人有不一樣的詮釋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白金色的圖 上面有藍黑色的陰影的時候 那這張圖你就會把它看成是白金色 那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藍黑色的圖 或是布 那上面有金色的陰影的話 雖然它這三塊是一模一樣的色調 可是你就會把它詮釋成不一樣的結果 那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那如果是在金色陰影下的一個藍黑色陽光呢 它的這個顏色呢 會跟白金色衣服在藍色陰影下的色調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如何詮釋這張這塊圖呢 全部會有你的context 或是你腦中的過去一些經驗所決定 那如果每個人的過去經驗不一樣的時候呢 有時候就會出現這種不一致的一個詮釋結果 好那再來另外一個非常知名的大腦範圖的例子 叫做動右盲 那英文叫做motion induced blindness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黃色的target 一個目標5 那如果你把你的眼睛呢 凝視在中間的這個白點上 就是眼睛一樣跟剛剛一樣 完全不要移動這樣 盯著這個白點看 那當我啟動了背景的動態資訊的時候呢 請你用余光去注視剛剛左上角的那個黃點 那你就會發現說 大概過幾秒鐘呢 這個黃點就會從你的意識經驗裡面消失 那但是呢 這是一個錯覺 因為這個黃點從來沒有在螢幕上真正消失過 它只會在你的意識狀態裡面消失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眼睛稍微移上走上角 可以看到還在不在 那基本上它是一直都在的 但是只要你盯著中間的白點看夠久的話呢 通常幾秒鐘之後 這個黃點就會從你的意識經驗裡面消失 好 那這個現象呢 背後也有一個可能的解釋 就是禁止的失誤不重要 那什麼意思呢 如果大家去回想一下 不管是在演化的過程中 或是在我們成長的經歷裡面 通常呢 最重要的事物就是 眼前正在移動的事物 那那些沒有在移動的事物 通常就是背景 一些不重要的資訊 那所以呢 大腦幫我們做了一件事就是 它會把很多的認知資源 比較讓注意力 記憶力全部擺在那個正在動的資訊上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剛好就是 因為背景不斷在移動 所以大腦會把資源 認知 這個認知資源跟注意力 投在這個運動的背景上 那所以呢 這個黃色的點就會 不太會收到太多的注意力資源 就會導致大腦把它忽略掉 那這也是一個傑斯出錯的例子 那這傑斯一樣 它原本是一個好意 因為確實在我們的 研化過程中 或成長過程中 最重要的東西 最重要的東西 確實就是那些 正在動的東西 所以你把注意力 擺在動的東西上面呢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有時候就會出現這樣 一個小小的瑕疵 就是 可能另外有些東西 因為它沒有在動 就被你直接忽略掉 好 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呃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紅點 那如果你把你的眼睛 盯著紅點看呢 這個灰色的 像是甜甜圈的事物呢 大概幾秒鐘之後 就會從你的意識經驗裡面消失 所以一樣 把你的眼睛盯在紅點上 完全不要移動眼睛 那大概五秒左右 這個灰色的圓圈 會從你的意識經驗裡面 完全消失 那這個現象呢 稱為是知覺消失 那它同樣也是 預設了一個 可能背後的一個解釋 就是禁止的事物不重要 因為這個灰色的圓圈完全沒有任何移動 所以它很快就會被視覺系統 認為是一個不重要的資訊 它就會把它忽略掉 然後把它填補起來 讓你看不見它 好 那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 一樣它稱為是變動盲 那一樣就是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的事物 就會 你就會看不見 那一樣也是一個大腦 因為結思所犯的錯誤 導致我們容易受騙 那這個例子呢 好像沒有接 因緣線 沒關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往口頭描述就可以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是Simon Stam-Levin 在1998年做的一個實驗 那這個他們 當時呢 找來了實驗人員 假裝問路 所以實驗人員呢 喬裝成一個迷路的人 然後呢 在對路人進行一些詢問 那比方說 這個拿地圖的是實驗人員 那在問這個 呃 這個白頭髮的老先生 一個 問他的路怎麼走 然後呢 之後呢 他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操弄 就是在門板過後的時候呢 他們把問路的人完全掉包了 那通常呢 他們發現呢 基本上 大多數的受試者 也就是大多數的這個 被問路的人 基本上都不會發現 他正在交談的這個對象 已經完全換人了 那有時候甚至是 你可以換性別 換衣服 換這個髮型 全部都換 那基本上很少 就是只有少數的受試者 會發現這個現象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時候呢 我們預設了一個解釋 就是 你正在 interact 你正在互動的一個對象呢 他是不會隨意變換 他的identity 他的身份 是不會隨意變換 比如說你 正在講 台上講話的人 不會突然換了一個身份 那或是你正在喝的一杯咖啡 不會突然變成這個 這個 換了一個杯子 變成玻璃杯 或是 咖啡變成茶 所以這種你正在 interact 的對象呢 不會隨意變動身份的現象呢 其實是我們很熟悉的 所以我們大腦就直接預設了 就是告訴你說 請你不用浪費資源去計算說 你正在互動的這個人 會不會改變他的 identity 那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解釋 原本是好的 可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 就容易被操弄 導致你容易犯錯 好 所以這裡有個解釋 就是物體身份 不會隨意變動 好 那以上就是關於 大腦為何容易受騙的 第二個理由 或是第二個原因 那基本上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大腦中 其實內建了非常多的解釋 那這些解釋呢 原本是好意 因為它可以幫我們 省下認知資源 讓你不用再浪費時間 然後你去計算很多東西 但是呢 一旦這個解釋 在面對到一些特殊情境的時候 或甚至是 在面對到有心人的 刻意操弄的時候呢 你就會產生錯覺 才能幻覺 然後導致你容易受騙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基本上包括像 臉式突出的解釋 包括像 物體恆定 光源長變的解釋 那也包括了像 物體身份 不會隨意變動的解釋 還有像是 禁止的事物 不重要的解釋 好 那目前為止 關於第二個現象 或是第二類的諮詢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就基本上 我們容易受騙的原因 第二個 可能的解釋呢 是因為 大腦中的解釋 導致你容易受騙 好 請說 所以這位同學問說 這些解釋原本是透過 因為我們要追求速度嘛 所以產生一些錯誤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訓練 或是教育的方法 讓大家避免犯這些錯誤 那答案是可以的喔 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 如果你知道 如果事先告訴你 等一下可能會出現一些錯誤 那有些是特別在某個地方 會容易出現錯誤的時候 那有時候 你確實可以避免 因為你可以透過你的知識 透過你的一些 一些先驗的一些 就是 prior 先存在的一些假設 來幫助你避免這些問題 但是有些情況 是很可惜 是無法避免的 比方說剛剛看到一些錯覺的現象 比方說你把橫線看成直接的線 那這些現象呢 在 它其實是一種 認知不可穿透的一些現象 就是即使你知道它是錯覺 你依然會把它看成是一個錯誤的東西 那通常這些 這一類的錯覺犯錯呢 它是一個非常低階的一些 生理上的機制所導致的 那通常都是視覺系統中的一些運算 那如果這個 從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的結識是發生在非常低階的 一些生理上的 這個計算的內容的時候呢 它就很難被你的 高階的知識所改變 但是呢 如果你犯錯的是一個比較高階的東西的話呢 就有機會可以改變它 好 好 接受 好 所以這個同學問他說 有沒有可能在某個情境之下 我們可能有兩個解釋 那這個解釋呢 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就產生對抗的一些結果 那其實是會的喔 那比方說在剛剛動態的這個知覺裡面 就我們剛剛講過一個 有一個解釋是 當你禁止的事物就不重要 那可是另外一個解釋就是 比方說它可能大腦會隨時幫你切換重要的資訊 比方說黃色 因為黃色是當時 這個螢幕上唯一的一個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在 當你的解釋又有所衝突的時候呢 通常有時候你就會出現像這種 bistable 雙穩定的一個現象 就是有時候 大腦會讓你看到其中一個 但是呢 如果你的神經疲乏之後呢 大腦就可能讓你轉成看到另外一種不一樣的事物 所以有時候確實會發生一些競爭的一個現象 好 有問題的話可以歡迎大家隨時舉手打斷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第三個大腦容易受騙的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大腦的資訊超載 導致我們犯了一些錯誤 比方說呢 很有名的一個現象叫做 變動盲 英文叫做Change Blindness 那這個現象呢 其實大家可能在網路上 或是一些小智力測驗的時候 會看過這樣的一個有趣的圖 就是說 我們眼前的這張圖呢 其實是兩張圖 它在不斷的交錯閃爍 那大家可以試著找找看 其中有一個部分其實出現的變動 有人已經找到了嗎 找到了可以稍微簡單舉手讓我知道一下 有沒有人發現說 這個 所以有一些同學已經看到了 如果還沒有的話 你可以仔細看看是哪裡出現變動 那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域 出現的變動 有看到了嗎 那如果大家還沒看到的話呢 可以注意一下那個吉普車的下方 其實有很大的一塊區域 它的陰影 在一張圖裡面是有的 那另外一張圖裡面是比較小的 那這就是所謂的變動嗎 因為即使這個圖上存在了一個非常大面積的 這個色塊的變動 但是呢 當你的注意力沒有擺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呢 就下方這裡的時候 你就看不見它 那我們在視覺上把它稱為是一個 Change blindness 或是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就是你沒有注意的時候 導致的一個盲視的現象 那基本上就是所謂的資訊超窄 因為我們在變動圖的時候呢 每次變動的時候 我們中間穿插了一個灰界圖片 所以它每次圖片重新呈現的時候 你大腦就必須要重新處理一次 那因為這個資訊量有點大 所以你就無法把你的注意力全部分散在這個圖上 然後一次把它找出來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注意力投射在區域 然後像一個Search Line一樣去尋找它 那只有當你的注意力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呢 你才看得見它的存在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也是變動嗎 那一樣 如果你有找到哪一個地方出現的變動 請你稍微舉手一下 讓我看到 大家有多少人找到 好 那有些人已經找到了 那如果大家還沒找到的話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有一個地方的顏色 從咖啡色轉變成藍色 都看見了嗎 其實在螢幕最左邊 這個人他的褲子 其實是從咖啡色變成藍色 所以它的顏色一樣出現了非常大的轉變 但是呢 只要你的注意力資源沒有擺在這個地方 你的大腦就看不見這個變動的存在 那所以一樣這是一個類似資訊超載 導致你大腦犯錯 導致你容易受騙的一個原因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我把它速度調慢 而且呢 位置放得比較明顯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比較快地找到它的位置 那如果還沒找到的話呢 請你就盯著螢幕的正中央 應該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事物在一張圖裡面有 一張沒有 就是正中央的這個 有一張船 那這是因為如果把它擺在正中央的話 那通常大家一開始收訊 應該會先收訊正中央 就比較容易看到 那另外一個呢 大家可以測試看 就是如果 大家可能會說 因為前面幾張圖你沒興趣 所以大家看看錢 會不會比較有 比較高的注意力 那一樣這張圖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個明顯的變動 那一樣是在正中央 那這個人頭的背景呢 它從白色變成黑色 所以大家可能會比較快看到這個差異 那這個現象的解釋 再一次就是告訴大家說 它其實是因為圖片中斷了 那中間穿插了一個繪接圖片 導致你每一次新圖一上來的時候呢 你必須重新處理這個資訊 那這個資訊量因為太大了 導致你無法把你的注意力全部分散 然後同時處理 你必須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一個點 在網站上做search 然後才能找到它的差異點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把圖片中斷取消 那大家可以輕鬆看到說 它只有一個地方變動 所以這個變動就很容易被你看見 好 再來一個更知名的例子 那一樣是在Simon跟Levin 1998年做的一個實驗 那實驗大家可能應該都看過了 可是應該還是有些人沒看過 那如果你看過的話 請你不要洩漏答案 讓每看過的同學試試看 那大家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等一下影片開始的時候呢 請你計算一下白色的球隊 等一下會有兩組人 一群是穿白衣的人 另外一組是穿黑衣的人 請你計算一下白色那一隊的人呢 傳了幾次球 白色的籃球隊員傳了幾次球 好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現象 好 一次 兩次 三次 白色隊員的球在這裡 好 四 大家可以在身中莫屬五 五 有人 再仔細計算嗎 有人知道答案嗎 幾次 十幾次 有人數到了嗎 所以答案是十五次 好 這是因緣線的 等一下我來 好 謝謝 好 所以答案是十五次喔 但是這個實驗的重點其實不在傳球 它重點是在剛剛的傳球過程中呢 其實出現了一隻黑色的大金星 那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的話呢 基本上你就是犯了這個 inutentional 變動盲的一個錯誤喔 那大家不相信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個 影片的後續 就是 第五次 好 所以 如果 當時他們在1998年做這個實驗的時候呢 大概有可能一半以上的受視者 或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視者 都沒有看到這個大金星喔 原因是當你在專心的計算傳了幾次球的時候 你所有的注意資源基本上全部擺在這個球上面 跟白色的球員上面 那你就會選擇性的去忽略掉背景 包括黑色的事物 那就會因此導致你根本沒有看到這個 黑色的大星星從前面走過去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變動盲 或是不注意事盲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那一樣這也是因為你大腦的一些計算過程 資訊超窄導致你犯錯導致你容易受騙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不多做說明讓大家直接看這個影片 我先說明一下 這個影片其實是一個汽車廣告 那他們要告訴大家說他們坐的騎車呢 非常的attractive 就是這個車子非常的attractive 所以他就把車子擺在這個 等一下會擺在這個路邊 然後看看說路人會不會注意到這台車子 有多attractive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這個廣告 要試試看 要試一下多多多一點 這個額外的設計 設計的額外 那新的駕駛 其實我們有一些 我們留下一個 駕駛的路面 在西方 我們想要看 如果它的套裝 明顯形狀態 bold lines 和低廣告 會吸引 那個需要的 會吸引 會吸引 會有很多人 會集起來 去看看 它的新駕駛 看起來 不會 不太 但是 但那裏 設計的設計 你會讓你 有些人 真的變成 正在來 你的眼睛 不信 我們 再重視一下 又看 你遇到 看到了 咪咪咪咪咪咪咪 換了 說 除了說整個街道現在完全不同 我沒想到這樣 所以我們就有了 證明新的Skoda Fabia是真正的注意力 所以他基本上這個廣告的意思就是說 他把這台車子他認為是非常有興趣 然後擺在路邊 他就問說這個非常吸睛的一個車子 擺在路邊到底會不會有人去圍觀呢 比方說你會停下來駐車看一下這個車子長什麼樣子 結果發現幾分鐘過後根本沒有人過去看 但是這是不是代表這個車子一點都不吸引人注意呢 其實不是喔 因為當你在看這個廣告的時候呢 背景其實已經全部翻了一輪 換了一大堆東西 但是你都沒有注意到這個背景 因此你的注意力應該是非常集中在這個車子身上 這個廣告其實是非常有趣 因為即使大家現在知道 在這個短短的可能30秒之內的背景 全部換過一輪 但是即使你知道 我讓你再看一次的時候 基本上你還是很難看出來到底哪裡變動 所以大家可以再迅速地看一次這個廣告 17-inch black alloy wheels stop passers-by in their tracks 請問科興說 我只能夠覆車多少錢 其實你是很難把你的注意力分散 然後捕捉到到底哪裡出錯的 好 那還有一個影片讓大家看一下 那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會魔術的喔 那如果你會魔術的話呢 請你留意一下喔 它等一下會變一個卡牌遊戲 那請你注意一下 它到底這個卡牌呢 到底是怎麼變的 到底是怎麼裁對這個卡牌的 這是 Sarah 我們會演出的驚喜的卡牌 這個粉紅色的卡牌 現在的概念是很簡單 我會直接招待她的卡牌 然後請她的卡牌 向她的卡牌 OK 我會選擇這個卡牌 OK 現在她可以選擇 任何卡牌的卡牌 但她選擇了卡牌 現在是正面的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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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選擇了卡牌 所以我選擇了卡牌 是三個卡牌 好,那是三個卡牌 那是正面的卡牌 那卡牌 現在我會選擇卡牌 現在我會招待卡牌 然後按一下卡牌 然後你會看到 Sarah的卡牌 現在是有關卡牌 不是很奇怪 好,所以剛剛這個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在找說 到底她的卡是怎麼從 藍色變成紅色的 其實這不是重點 因為重點其實不是在於卡牌怎麼變的 而是剛剛這個影片的過程中 一樣出現了非常多 背景上的變化 但是呢,大家可能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注意到 那大家可以繼續看這個影片的後續 好,我會選擇 I'm going to go out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ur changing card trick Do a little click there 當你的資訊全部集...當你把你的資源全部集中在某些事物上的時候 其他事物的變動你就無法看見 那你的大腦就容易犯錯,導致你容易受騙 好,那我們剛剛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在注意力資源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看到了很多情況下,我們的注意力有限 所以會導致資訊超窄 但是資訊這個注意力本身其實也會直接改變資訊的一些型態 就是說當你把注意力擺在某一項事物上的時候 這個事物其實是會因為你的注意力投在上面而出現了一些時尚的改變 那比方說他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一個錯覺叫做時間停止錯覺 那意思就是說呢,比方說你在家裡看電視 那看一看突然你想知道現在幾點 所以就把你的眼睛移向旁邊的時鐘 那如果你家的時鐘呢,不管是這種秒針的時鐘 還是閃爍的那種時鐘 那有時候你可能會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你眼睛一轉過去的時候呢,這時鐘好像壞了 他的秒針好像沒有在動 那你可能要過了幾秒鐘 可能過了一兩秒之後你才發現這個秒針確實有在動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時間停止錯覺 那目前的一個解釋方法呢 就是因為當你把眼睛移過去 當你把你的注意力資源剛剛投注在這個時鐘上的時候呢 你其實對它投注了非常大的資源 因此它會導致它的時間 你感受到時間會變慢一點 那我給大家一個例子喔 來看看這個錯覺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現象呢 請你盯著這個黑點看 然後基本上就是注意這個黑點就好 那等一下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再問你 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現象 就是剛剛有一個變大的紅色的球 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1秒1個黑球嘛 那這個變大的紅色的球呢其實也是1秒鐘而已 但是很多人在看的時候你可能會突然覺得這個變大的黑球好像在時間上變得比較久了一點 那原因呢就是因為這個變大的紅色的球呢其實抓住了你較多的注意力 導致你對它的一個time perception 就是duration perception變長了 所以就是一個注意力改變你的時間知覺的一個錯覺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例子喔 請大家把你的眼睛盯在這個秒針上 那一樣就是專注的看著它就好了 好,那剛剛也是一樣的例子喔 在最後的那個frame呢它其實每一次變動的時間點都是一樣 它的duration都是一樣 但是這個閃爍的紅色的時候呢 大家會覺得好像時間過得比較慢 好像過得比較久 那一樣也是因為你的注意力被這個閃爍的顏色抓住了 導致你對它的一個time perception 或是duration perception的拉長了 所以它是一個注意力改變時間長度感的一個錯覺 好,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第三個現象 就是第三個解釋為什麼大腦容易受騙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資訊超載 當你的資訊量非常大的時候呢 我們的注意力一次只能擺在其中一個事物上 那沒有被注意力關照到的這些刺激呢 就會被你所忽略 那有時候你就會看不見它們 或甚至是看錯它們 那反過來說呢 被你專注到的這個物體呢 有時候你會對它出現一些額外的資訊處理 那導致你對它的這個感受呢 會出現一些值上面的一個變化 那這也是大腦容易受騙的一個 或是大腦容易被愚弄或是被改變的一些例子 好,關於這第三類的資訊 目前為止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就是關於資訊超載如何導致我們受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好輕鬆 那就是如果有什麼注意力不集中那一種類型的情況的話 它們就比較不容易受到這個資訊超載的情況嗎 對 就是在注意力不管是ADHD或是一些注意力的 不同的情況下 確實在你觀察這些現象的時候也會出現一些不太一樣的現象 那但是這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所謂的注意力不集中或是注意力缺乏過動或是症候群 大家或許現在會認為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其實呢在演化上來說 這個事情其實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那比方說呢這個心理學家跟生理學家 他們就在曾經在一個非洲的原始部落 他們做過一個調查 那這個原始部落呢 它剛好分成了兩個族群 一個是在山中的一個族群 所以他們是同樣的基因同樣的種族 那另外一個族群是生活在平原上 他們已經習慣農耕 那他們就找出說這個帶有這個ADHD的某一個基因的小孩子 他們在或是這些人啊 他們在這兩個族群裡面他們的反應怎麼樣 那結果發現呢 這個所謂帶有注意力缺乏 或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的這些人 他們在農耕部落裡面確實表現不太好 比方說他們可能工作表現不佳 然後他們的營養狀況也不太好 那可是呢 同樣帶有同一個基因的人 他們在狩獵部落的人裡面呢 確實表現最好的 那也就是說他們帶有這個注意力不足 注意力這個看起來我們現在是一個缺陷的東西 可是 由於他的注意力可以不斷地在物件之間不斷地轉移 所以他們反而比較適應這種狩獵 比較適應這種在危險中 你去隨時轉移注意力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所以現在的想法是說 雖然我們現在有些人會認為說 注意力過動不足的這個現象呢 好像是一個負面的現象 可是在演化早期呢 它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表徵 一個性徵 因為它確實可以幫助我們快速轉移注意力 然後面對這個情境 只是說 我們現代社會呢 其實好像 我們的環境比較不適合 這個 這一種特徵或是生物性徵 因此導致大家會覺得好像這個不是一個好東西 但其實呢 在演化上來說 其實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解讀 謝謝 好 好 如果有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隨時 歡迎提問討論 對 好老師好 那剛剛老師分享很多就是有趣的例子 包括就是到哪有受騙 哪會導致我們可能在視覺 或者是感知上有一些錯覺的狀況 那想要請問就是 因為剛剛都是講說受騙 或者是大腦犯錯 那想要請問就是 有沒有可能人類現在目前已經有運用 這一些東西 然後在我們生活上 是可以幫助到我們生活的一些例子 這樣 有 其實蠻多的 那剛好 我下一個階段 就是會舉出非常多生活中的實力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剛剛這些例子呢 好像都是一些特殊的視覺現象 那特殊好像在實驗室中 才會觀察到現象 那到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會不會出現類似的 解絲而導致受騙的一個現象 那甚至有沒有可能 有些商人已經在使用這些方法 來欺騙我們的大腦 然後讓我們導致我們容易受騙 那接下來這個階段呢 我們基本上就舉出非常多的例子 告訴大家說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也可以見到非常多的 大腦容易受騙的一個實力 所以等一下馬上就會 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 如果暫時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 第四個原因 就是大腦為何容易受騙的第四個解釋 或是原因呢 就是因為 人類的無意識資訊處理過程出現了漏洞 好 什麼意思呢 那如果我們用電腦來比喻我們的人腦 那電腦呢 在螢幕上顯示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就像是我們意識到的 就是人腦所意識到的一些資訊 那但是呢 除了有意識到的資訊以外呢 我們的大腦背後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 無意識資訊處理的歷程 那就像是電腦的背後呢 其實也有很多無意識 就是沒有呈現在 這個螢幕上的一些內容 比方說像 網路的速度啊 像你的硬碟的轉速啊 或是裡面的溫度呢 基本上它們是不會呈現在螢幕上 但是呢 它是仍然在背後進行運作 而且會影響到你的一個資訊處理 那大腦其實也是一樣 在你意識到的這個 這個知覺內容裡面呢 它只是我們大腦資訊中的一小部分 那其實背後還有一大部分的 無意識資訊處理歷程 那只要這個處理歷程呢 你出現錯誤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受騙 好的 關於這個問題 最早的一個研究這個問題的心理學家呢 是1879年的一位美國的 實用主義哲學家叫Piers 那他當時呢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在1879年的時候呢 他坐船從波士頓出發到紐約 那在船上的時候呢 他的懷錶 他放在他的船艙裡面 結果被偷了 那由於這個船艙裡面 基本上只有隨手進得去嘛 除了他自己以外 就是隨手進得去 所以他合理懷疑 應該是隨手偷了他的這個懷錶 那所以他就請船長 是他的朋友 他就把這個隨手一字排開 他就發現說 其中有一個隨手呢 他特別懷疑 可能就是偷這個東西的人 可是 他一來沒有證據 二來他也說不出為什麼他懷疑這個人 所以他就不了了之 那但是呢 在到達紐約之後呢 他馬上就聘了一個私家偵探 去跟蹤其中的這個 他覺得有可疑的隨手 那確實後來就在 當鋪裡面把這個隨手人贓拒獲 那他回到波士頓之後呢 他就對這個現象很有興趣 他就想說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直覺 可以懷疑某個人就是小偷 所以當時他就做了第一個 關於這種無意識 知覺的實驗 那實驗方法非常簡單 那當時他找了他的一個學生 叫Gestrel 那他們在實驗中 試圖要找出這個直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實驗方法非常簡單 他們僅受試者 左手各拿一個法碼 那這個法碼的重量呢 非常的接近 他小到受試者基本上無法判斷 所以你如果問受試者哪一個重 他會告訴你 他的重量一模一樣重 好 那所以基本上無法判斷 那但是呢 這個時候他就會強迫受試者 說好我知道你覺得他一樣重 可是你可不可以隨便 隨便給我猜一下 到底哪一個更重一點 就強迫他去猜 那結果就發現呢 猜對的這個機率呢 遠高於隨機值 因為如果是瞎猜的話 應該是50% 那可是他發現說 即使受試者一開始都說一樣重 可是當你強迫他們去猜的時候呢 他們猜對哪一個法碼比較重的 這個 probability呢 其實是高於50%的 那也句話 換句話說 即使受試者一開始 沒有在意識上經驗到哪一個比較重 但是呢 這個資訊仍然在腦中被你的大腦所處理 所以當你強迫受試者去猜的時候呢 他其實可以去應用這個無意識的資訊 幫助他猜對究竟哪一個法碼比較重 好的 關於這個現象 其實在我們的實驗室 其實做了非常多的相關的研究 就是我們去研究說 到底人類的大腦可以處理哪一些無意識的資訊 比方說像我之前的一個博伴學生 洪少敏 他現在已經畢業了在加州理工做博士奧研究 那當時呢 他就找到了相當多的資訊 都可以在無意識的情況下 被大腦所處理 那給大家一個例子 那我們所謂的無意識處理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會用這樣的一個實驗典範 就是我們會在受試者右眼呢 投射一個不斷閃爍的彩色圖片 那左眼呢 我們可以放一個 任何你不想讓他看到的東西 那這裡基本上就是一個靜止的圖片 那由於呢 我們的大腦非常喜歡動態的資訊 我們剛剛有提過嘛 就是動態的重點最重要 所以你如果右眼看到動態的 那左眼看到這個靜態的 你的大腦就會讓你看到動態的資訊 如果你問受試者 你看到什麼 他會告訴你說 我只看到這個不斷閃爍的彩色圖片 那你問他說 有沒有看到字啊 有沒有看到臉孔啊 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在另外一隻眼睛裡面 他會告訴你說我什麼都看不到 好 那我們測量的東西呢 就是說雖然說一開始看不到 可是你過了大概一二十秒 遲早他會看見的 因為你大腦遲早會對這個動的東西疲乏嘛 所以你遲早會看見這個靜態的這個圖片 那我們測量就是說 到底你花了多久才看到這張靜止的圖片 那是我們測量的一個測量目標 好那我們就發現 如果你在這個看不見的這些眼睛裡面呢 藏了兩種不同的語句 有一種呢他可能是符合語法的語句 就是像 Birds eat worms 就是它是一個符合英文語法的主詞動詞名詞 或者是另外一種句子哦 你可以放進去是 Birds eat drink 就是它是一個主詞動詞動詞 基本上是不符合英文語法的 那我們就想要去問說 當你的這隻眼睛裡面呢 藏了這兩種可能句子中的其中一種的時候 你的大腦的處理速度會不會不一樣 那結果就發現 如果你在這個眼睛裡面藏的是這種不符合語法的語句呢 它其實會比較快突破壓抑 然後被受視者看見 因為我們剛剛說我們要測量就是說 這些語句呢多久才會被看到嘛 那就我們發現說這種語句呢會比較快被看到 所以換句話說呢即使這些語句一開始都是無意識的 以無意識的方法呈現給受視者 但是呢你的大腦仍然在以無意識的方法處理它們 導致其中一些資訊會比較快被處理完畢 然後進入你的意識狀態 所以換句話說即使一開始你沒有看到這些句子呢 大腦仍然在以無意識的方法在處理它們 讓你可以比較快看見其中的一些句子 好那一樣人臉的眉醜也可以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被處理 比方說在另外一個實驗裡面呢 我們在看不見的眼睛裡面放入比較美的臉孔 或者是比較醜的臉孔 那一樣我們去測量哪一種臉孔會比較快進入你的意識狀態 那結果發現呢是比較美的臉孔會比較快進入意識狀態 那所以一樣換句話說呢 一開始的時候雖然你的大腦沒有看到任何的臉孔 但是你的大腦仍然在以無意識的方法處理這些臉孔 導致這些比較美的臉孔會比較快被處理完畢 然後突破壓制然後進入你的意識狀態 另外一個身形配對也可以 那身形配對呢是這個例子 這是在語言學上非常有名的一個案例 或是一個現象 就是如果我請大家幫這兩張圖命名 那你的選擇呢就是 請問你要把哪一張圖叫做UBA 哪一張圖叫做Kiki 就是你可以自由選 就是你覺得哪一個圖應該比較像是叫做Kiki 那請大家回答看看 認為這個圖應該要叫Buba的舉手 那你認為這個圖應該叫Kiki的舉手 那這個大概比例跟這個論文上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就是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會認為這個應該叫做Buba 那可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相反認為它應該叫做Kiki 那目前我不太知道為什麼剛好有三分之二 大概三分之二的人 三分之一的人是做這樣不同的決定 那可是我們知道大部分的人 會把左邊的人叫做 左邊的圖叫做Buba 右邊的叫做Kiki 那我們現在的猜測原因 可能是因為大腦會把你的聲音跟形狀做一個配對 那由於這個聲音呢是比較圓潤的聲音 那這個圖形呢也是比較圓潤的圖形 所以大家可能會比較習慣去把它做配對 那這個呢因為它有一個尖銳的圖樣 那是一個尖銳的聲音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做配對 而且這個現象呢非常的robust 就是它是跨種族、跨語言、甚至是跨年齡 小朋友很小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所以它是非常一個robust的現象 那我們在實驗室裡就想要追問說 那這個所謂的Buba Kiki Effect 到底需不需要意識經驗 因為有一種可能性是說 你是先看到了這個圖 然後你想像說這個圓的 這個也是圓的 所以他們應該要配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的知識上 我們去做一個認知的判斷 那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 大腦可能在無意識之前就已經在處理了 它可能無意識的時候 就是覺得把這個東西配在一起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實驗就是 我們在看不見的這隻眼睛裡面呢 藏了兩種圖片跟聲音 那其中一種呢就是圓潤的圖形 配上圓潤的聲音 或者是我們可以放入尖銳的圖形 配上圓潤的聲音 那這個基本上是 congruent 那這個是 incongruent 那今天我們就發現呢 在 congruent的情境呢 它會比較快突破壓抑 然後被你意識到 所以一樣 它的訊息是一樣的 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雖然你的大腦看不見這兩種資訊 但是你的大腦仍然在以無意識的方法 處理它們 導致其中這種 congruent的 information 會比較快被處理完畢 然後進入你的意識狀態 所以即使一開始看不到 大腦仍然在以無意識的方式處理它們 好 那接下來大家可能會問說 那這個情境一樣是在實驗室中發現的 那到底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這種無意識干擾我們的行為決策的例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給大家十個很快速的例子 告訴大家說 其實這些所有的領域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無意識資訊影響行為的生活實力 然後第一個看到的是所謂的飲食現象 那這個飲食現象是在一位飲食心理學家 他所做的影響研究 那他發現包裝的大小其實會偷偷影響我們的食量 而且是不知不覺影響我們的食量 那當時他做了一個研究就是他請找來受食者 那這些受食者是生活中的受食者 基本上要去電院的門口發放爆米花 那每個人呢要嘛拿到這種大型的爆米花 要嘛他們會拿到這種特大型的爆米花 那這兩種呢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大 大到你根本吃不完 那只是說受食者就拿兩種 拿到大的或是特大的 那他就請受食者進去電院裡面看電影吃爆米花 那吃完之後呢他們去計算說 你到底吃了多少 那他想要知道說你拿到不同的包裝大小 會不會影響你的食量 那結果就發現喔 如果你是拿到這種最大包裝的人呢 他比一般大包裝的人多吃了53% 那而且他基本上是全部吃不完 所以不是因為他這個小的已經全部吃完了 才導致他們吃的比較少 所以兩包呢基本上沒有人吃得完 那只是說如果你拿到更大的呢 你會多吃53% 那如果你問受食者 他們知不知道這個現象喔 受食者通常會告訴你說 怎麼可能我要吃多少 基本上是我自由的決定 我怎麼可能受到包裝的影響 可是確實他們就是不知不覺的會受到這個大包裝的影響 好那再來音樂也是喔 那在一系列的研究裡面都發現喔 音樂可以偷偷的改變商場上的一個銷售的情況喔 那就是在1997年的一篇 應該是Nature Science上的一個研究 他們在一個酒廠上 一個賣酒的商場 播放不同種類的音樂 那就是在歐洲 我記得是英國的一個酒廠 一個商場 那他們就發現喔 如果你播放的是德國音樂 那當天當時段銷售的德國葡萄酒的比例呢 就會占到73% 那可是如果你播放的是法國音樂 那當天的那個時段呢 他的法國酒的銷量就會達到77% 所以看起來呢 受食者似乎受到了這個音樂型態的影響 而改變他們要買哪一類型的酒 那同樣的 那如果你在街上的搜尋問他們說 請問你記不記得剛剛的音樂是什麼 那搜尋基本上答不太出來 他說 好像不知道 確實有音樂 那如果你問他說 你覺得音樂會不會影響你的購買的方式呢 他們會告訴你不會 但是呢 他們的Data行為卻顯示出說 他們確實受到了商場裡面的這些環境因素 像是音樂的影響 而改變了他們的一個銷售 而改變了他們的一個銷售 改變他們的一個消費者行為 好 那再來也是喔 名字 那大家可能覺得名字好像可有可無 不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一個Tag 那 那 可是呢 也就發現說 買股票的時候 其實會受到名字的影響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就是說如果問大家說為什麼要買一支股票 那通常呢 大家可能會跟我說 這是因為我覺得這個 股票的公司體質啊 他的公司董事長啊 很好 那或者是你聽了某位股市的名嘴 爆了某個名牌 所以你覺得應該要買 所以你會認為說 你背後有一些理性的因素在告訴你說 為什麼要買一支股票 好 那如果問他說 這個一個公司的名字好不好聽 會不會影響股價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應該不是重點嘛 應該 大家都是在理性做決策 那可是呢 研究卻發現喔 我們的 不管這個商場上的股票購買行為 似乎也會不知不覺的受到名字的影響 那比方說呢 在這項研究裡面 他們就根據大概兩千年左右的 一系列的上市公司的 新上市的這個股市的 股價的去做一些調查 結果就發現 如果新上市的這個股市 公司的名字呢 非常難念的時候 那通常呢 他們一開始的股價變化 都是在維持百分之五 就第一天跟第一週呢 基本上維持在百分之五左右 但是呢 如果這個公司的名字 非常簡短好念 比方像 Apple Google 這種非常好念的名字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說 其實他第一天的股價 可以到百分之十七正的 那第一週呢 之後呢也會有百分之十以上 那當然這個名字的效應 最後會隨著時間的消失 可是看起來在 第一天甚至第一週的時候呢 受持者確實會受到 這個股票的股市公司的名字的影響 而改變你 是否要購買這個股票 好 那再來喔 天氣也是喔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天氣 基本上 不會影響你在股市裡面的交易 但是呢 這個2003年的一篇論文 他們針對紐約證交所 在1980到2000年左右的這個股市長紅時期呢 做了一系列的調查 結果發現呢 晴天的那些日子呢 基本上股市是正百分之十四平均 那那些陰與天的例子呢 股市只有正百分之八點七 所以看起來呢 這個雖然大家都會覺得說 天氣可能不會影響你要 是否要買進股票的一個選擇 但是呢 它有可能其實仍會影響我們的 一個交易行為 好 那再來喔 環境其實也會偷偷影響我們的一些行為決策 那比方說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 還有後續的一系列研究呢 都發現說環境的整齊程度 會偷偷影響人們的想法 那這個實驗非常簡單喔 他們找來受試者 請他們做一些問卷調查 那有些受試者呢 是被安排在一個非常整潔的環境裡面 那另外一些受試者呢 是被帶到這種非常雜亂的環境裡面 那結果就發現呢 如果是在整齊環境裡面的受試者 他們做出來的調查呢 通常會告訴我們說 他們比較喜歡健康食物 比較喜歡 比較願意捐較多的錢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把受試者拉到這邊來做調查 那他們通常會說 他們比較喜歡有創造力 那他們也比較喜歡新的想法 所以看起來這個環境整齊程度 確實會偷偷影響到人們的一個 行為天號跟他的心理調查 所以大家如果要半捐錢活動 記得要把你的環境先整理好 才可以收到比較多的錢 好 那再來喔 長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境因素 有時候會偷偷影響我們的行為決策 那比方說呢 如果我們問大家說 當你在投票的時候 你是根據什麼樣的資訊在進行投票 那這時候大家可能會講說 我在投票的時候 當然是根據這個候選人 他的政見啊 裡面啊 或是某種意識形態 或是政黨傾向在進行投票 那通常呢 沒有人會說我是看長相在投票的 好 那但是呢 研究卻發現告訴我們 外型其實會偷偷左右選戰的一個勝負 那這就是開了我們前馬總統的一個玩笑 現在給大家看真實的科學證據 那這項實驗裡面呢 這個清理學家他們找來了選民 就真的選民喔 給他們一張選票 那這選票上面呢 印了兩種證件 那這證件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改了幾個字 那其實大不小意 那重點呢 是他們在上面擺了兩張照片 就其中一個候選人 他們選了一個比較上向的照片 那另外一個候選人 他們擺了一個比較不上向的照片 那結果他們就告訴這個選民喔 請你針對證件去投票 請你看一下證件 然後請你選出你覺得比較好的證件 那結果一投下去呢 發現是這個比較上向的人當選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說 說不定真的是因為證件上的差異嘛 所以他們就做了另外一個實驗 找來另外一群新的這個選民 那一樣呢 擺上一模一樣的選票 那這一次呢 他們把候選人的照片對調位置 所以基本上證件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選票的這個照片換了位置 結果一投下去呢 還是這個比較上向的人獲選 而且這個差異度呢 選票高達了這個百分之十八以上 所以就是換句話說 當所有的條件都一致的時候呢 你的候選人的長相 似乎可以產生將近百分之十八左右的一個影響 那不過呢 這個可能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在真實的社會中呢 其實我們很難找到證件一模一樣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在真實世界中 去推斷說長相它的影響有多大的話呢 可能不會高達百分之十八 那可能會有比較 只是比較少的一個影響而已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顏色對我們的無意識的影響 那研究發現呢 顏色也會偷偷的影響吸引力 那比方說呢 在這項研究裡面呢 心理學家找來男性的收視者 請他們針對女性的臉孔美醜進行評分 那這其實就是臉書早期的一個故事嘛 所以他們找來這個男大學生 對這個各個女性的臉孔進行評分 好 所以呢 那這裡的重點是說 他要求男性受視者 請你只要針對臉型評分就好 臉的形狀 那做實驗的時候呢 這個實驗人員喔 他們就偷偷的改變了一些刺激 比方說有些人他們畫上口紅 給他們紅色的顏色 或是給他們穿上紅色的衣服 那結果就發現呢 這些男性受視者在評分的時候呢 只要圖片中出現紅色 他們給出的評分就會比較高 那如果都是白色的話呢 他們基本上給分會比較低 所以換句話說呢 明明是要求這些男性受視者 針對臉型評分 但是呢 這些圖片裡面的紅色資訊 卻會偷偷的改變他們的一個美醜的判斷 所以看起來這個顏色會偷偷的影響 這些男性受視者在評分的時候的 給出的一個評分高低 那目前的猜測呢 主要是生物學上的一些猜測 就是這個紅色的現象呢 有可能是因為 通常性二萌的變化會導致一些生理上的改變 讓你的皮膚變紅 所以這個紅色的皮膚呢 通常代表了比較健康的一個生理狀態 或是比較性成熟的一個生理狀態 所以呢 這些男性受視者呢 可能已經把這個顏色跟健康程度 或是性成熟程度 已經直接在無意識的這個處理過程中的花上等好 導致他們會比較喜歡這個紅色的顏色 好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剛剛這個例子裡面基本上就是因為 只有男生才會犯這種錯誤 因為男生可能就是比較無腦一點 那可是呢 在另外一個研究裡面發現了 其實男女基本上是半斤八糧 大家都會犯一樣的錯誤 那以這個聲音的例子來看 他們發現說聲音也會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影響則偶 那這個實驗裡面呢 他們這次換了找來女性的受視者 那他們放了一些男性說話的錄音的生品給他們聽 那請他們明確告訴女性受視者說 請你針對這個男性說話的內容 他講話有沒有調理啊有沒有這個內容正不正確進行評分 那結果呢 在呈現磁機的時候,他們做了一些小小的操弄 這個實驗人員,他們會把一些聲頻刻意調低 調低就是他們會用牙底聲音這種聲音去降化 那有些聲音會調高 結果發現呢,冥冥時期女性受試者對內容進行評分 可是呢,只要你調低這個音頻呢 它的評分高,評分的得分就會變得比較高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女性受試者在評分的時候也會不知不覺的受到聲頻高低的影響 而改變他們對於內容的一些價值判斷 所以基本上女性會認為低頻聲音的評分比較高 他們會認為低頻說話的時候比較可惜,比較慎重,比較沉穩 那再來呢,還有就是說 那剛剛這個解釋也是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說顏色其實跟一些生理健康有相關性 所以大家可能無意識的會把它做連結 那聲音也是 我們現在在生物上發現 男性的音頻高低呢 當他比較低的時候 通常會有比較多的男性荷爾蒙 所以有可能在演化的過程中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低頻的聲音跟一樣性的一個成熟度 或是健康程度做了一個等號的無意識的一個推論 導致你會比較喜歡這種低頻的聲音 好,那再來呢,觸覺也是 觸覺會偷偷影響我們的一些好感 比方說在一系列的研究都發現說 如果你在比方說搭訕的時候 巧妙的觸碰對方的錢幣 錢幣就是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觸碰錢幣的話呢 你會比較容易要到電話 那你也可以提高 腰部會裡面的腰部的成功率 那你也可以增加聯名簽署的機率 也可以增加路人填問卷的機率 那你也可以讓餐廳服務的時候 小費提高3% 那甚至可以讓 餐後甜點的這個加點機率提高20% 那不過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現象在基本上是西方的研究啦 你在東方比較保守的社會 可能觸碰錢幣的時候 會被告性騷擾 好,那最後呢 那我們要來給大家一個偏見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偏見呢 其實有時候是會在無意中 偷偷的發生的一個現象 即使你認為自己心中沒有任何的偏見 但是呢 有時候你會受到一些 你成長過程中的一些資訊影響 導致你產生一些無意識的偏見 那這個現象呢 最早是由 Greenwald他做了一個叫做 內眼連結測驗的一個實驗 他就發現以下的這個現象 那這個現象呢 我先不做說明 我直接讓大家做一個測試 所以等一下呢 會請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那叫做內眼連結測驗 所以大家要做的是呢 只要你在螢幕上看見男性的名字 你就要拍手 那不用拍很大聲 只要簡單拍手 如果你不想拍出聲音也沒關係 就是你自己在心中做一個拍手 或是簡單的台下做一個拍手就好 那如果你看到螢幕上出現女性的名字呢 請你跺腳 男性的聲音拍手 女性的聲音跺腳 所以非常簡單 那記得提醒一下 男性拍手 女性跺腳 好準備好了嗎 現在開始喔 林大哥 吳大媽 超大帥 蚊蚁 陳叔叔 孫小姐 王伯伯 好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簡單的測試 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正確答對 答對沒問題 那現在再增加一點難度 就是如果你聽到男性的聲音一樣拍手 那如果你聽到事業相關的 外物的相關的這些名詞 像是事業薪水公司聖簽一樣有拍手 那女性的地方呢 一樣女性的名字拍腳 那如果是內物的這些名字 像是家庭主辦洗衣打掃 就跺腳 好 請大家記得 男性跟外物拍手 女性跟內物跺腳 好 我們開始 林大哥 吳大媽 事業 家庭 洗衣 好大帥 公司 愛著美 增錢 當阿姨 薪水 生疏 洗衣 洗衣 增交接 好 所以 我摸過 好 所以基本上大家應該還是沒什麼問題嘛 所以一個簡單的測驗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關鍵的測試 就是 如果男性的聲音拍手 可是如果內物的時候拍手 好 那如果是女性的話呢 跺腳 外物的話 跺腳 所以 記得喔 好 所以男性內物拍手 女性外物多腳 好 我們開始 林志明 吳辰交 事業 家庭 洗衣 烤大帥 公司 愛著美 增錢 當阿姨 精髓 結束 洗衣 沈小姐 我 煮飯 好 大家看到說在這個最後一個例子裡面其實犯錯的比率其實大得非常的高 那有些人好像已經是一個錯亂的地步 那我們現在就要問說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那其實這個關於這個現象的解釋喔 就是說 有可能我們心中其實存在了一些隱藏的無意識的想法 就是像是男主歪 女主內的這樣的想法 即使你不認同這樣的想法 那我知道現在我們現代社會其實很多人已經不認同這樣的想法了 但是呢 你可能在你成長過程中的這個經歷裡面常常聽到這樣的想法 那就會導致這樣的連結在你的腦中 產生了一個非常強的連結 即使你不認同這樣的想法 這個連結仍然存在 那這就會導致說 如果你心中隱藏了這樣的想法 那當你在聽到男性跟外物的名字的時候 由於他在你腦中的連結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就比較容易對他們做出一致的反應 那如果我強迫你去把男性跟內物的概念做連結的話 因為他在你腦中連結是比較圓的 所以他就比較難做出正確或是快速的反應 那目前關於這樣的現象 其實存在於非常多的一個類別裡面 包括像性別事業 性別科學數學 或是種族年齡體重 那這個現象就是有點可惜啦 就是說即使我們現在很多人已經不認同這樣的一個概念了 就是不認同男主外女主內 可是因為你從小到大一直聽到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即使你不認同 他也可能會生殖在你的腦中 導致你生殖說 比如說你是主張女性主義 你主張排除這種現象的時候 你腦中存在這種隱性的連結 會導致你的出現所謂的一種內隱的邊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幫大家統整一下今天介紹的四個東西 就是我們到底為何容易受騙 那我們介紹過了四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大腦活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那由於是虛擬的世界 所以這個虛擬的世界只要一旦出錯 我們大腦就會受騙 然後導致我們進入一個容易被欺騙的一個狀態 那第二個是因為結絲作罪 那結絲呢 我們剛剛介紹過包括像臉式突出的結絲 包括像物體恆定的結絲 包括像禁止的事物不重要的結絲 以及像是其他各種結絲 那這個結絲呢 我們再說一次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原本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它可以幫助我們節省認知資源 讓你快速的做出決策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如果你遇到一個特殊情境的時候 你的結絲就會拍不上用場 導致你犯錯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注意力不足的時候 有時候會導致我們的認知資源 無法準確的應用 導致你出現犯錯受騙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過的 無意識的資訊處理過程中 如果出現漏洞的話呢 也會導致你容易受騙 那我已經介紹過了十個例子 好 那我們回到一開始的這個圖片 就是柏拉圖的洞穴語言 就是 我們很可能 其實就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 我們錯把資訊 就是我們獲得的資訊當成的真相 那其實有可能像是洞穴中的囚犯一樣 都沒有接觸到世界的真相 但是呢 科學能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告訴我們 透過科學呢 我們有機會可以鑿穿這個黑暗的洞穴 那我們透過知識跟思考呢 就有機會來識破其中的某一些騙局 來幫助我們逼近世界的真相 好 那如果大家對更多的細節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歡迎參考我第一本書 那這本書是跟心理學有關係的 那第二本書呢 就是大家 有些朋友拿到的這個書 就是大腦解釋 他是針對大腦來解釋說 我們大腦在演化過程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演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